东华在这两日难得清明的间隙里,时常回想起哲言那句难哀些,确实难哀了些,自他服下了那铁药之后便总觉得神智有些昏沉,初时只是有些不甚明显的晕眩与头痛,但他给小白这药时并未同哲言的警告一起交出去,只想着大约一两日便好,熬一熬也就过去了。 但不过两三个时辰后,他便再也难以维持一切正常的表象,剧烈的晕眩让他的五感都有些失调,浑身的经脉也渐渐显现出密密麻麻的刺痛感。 他勉励撞回了床上撩起衣袖查看,却见那原本遍布于他全身的墨色丝线,已然泛起了隐隐的血红色光芒,缠绕在他身上的样子,有如一个十分邪门的法阵。 东华有心,捏个绝影下,这看起来颇为可怖的模样,但他脑内实在是一片轰鸣,连聊起衣袖本是要干什么都有点想不起来。 他当真是难受得紧,偏巧凤九这时送滚滚去足血回来,抚一踏进门,便见到东华侧卧在踏上冷汗密布的样子。 他心知有一便赶忙冲了过去,帝君?帝君?他不停地唤他,却半嗓都不曾得到什么回复。 东华只觉得身上冷热交替,脑子里也完完全全是一团江湖。 恍惚间,他想嘲笑一下自己当初那不知从何而来的自以为是,下一刻却又被周身寸寸,剧痛拉回了黑暗的深渊里。 痛,很痛。那些聚集在他经络间的毒素,仿佛要在顷刻间变容了他的身体,破茧而出,却又被他体内旁则的先例和强盛的药引拉扯住而不得安宁。 最终,他无感,几乎尽失,只剩遍体脉络中喧嚣不断地冲撞,在瞬间归于了胸前心脉处,骤然袭来的痛处,让他恍然间以为自己碎成了两半。 他猛地抬头,拼尽全力,才一直住了即将破碎出口的惨叫。 嘴里似乎有什么温润的液体,正在流动,他迷蒙不清,只感到周身拆筋散骨般的沉痛,似乎终于在片刻间的爆发后,层层消退下去。 缓慢回归的触感和神志,让他逐渐察觉到了包裹在自己周身的先例,一股和他体内霸道刚硬的修为,截然不同的先例。 茫然了片刻,他终于反应过来,这是友人,再给他度法力。 是小白。 那先例的主人,似是感受到了他见居平静的神识,骤然停了一瞬,便焦急开口道,东华。 你醒过来了吗? 当真是他。 他神志略有些恢复,便勉力睁眼去看他,小白,不要耗费修为。 但见他完全没有停手的意思,便腹又强迫自己语气平稳道,不碍事,一两日,便好。 话到最后,他几乎没了力气,刚熬过一轮,发作得身体此刻,筋疲力尽。 他只觉得面前黑雾涌动,似是随时都会失了意识。 但模糊间猜到小白此刻,定是病急乱投医,他若就此昏了过去,这只小狐狸恐怕就彻底安不下心来了。 于是他默了好一会儿,才又攒了些力气,抬手去扯他衣袖道,小白,抱抱我吧。 我累了。 白凤九,此刻又气又急,气的是帝君,有事又瞒他,急的是这人还一副马上要昏过去的样子。 他有心撇开东华的手,奈何这人,虽然看起来冷汗淋漓,憔悴不堪,手上的劲道,倒是不屑半分,似乎是打定了主意,要阻止他继续为自己护体。 于是,他百般无奈下,只好碎了他的愿,侧身躺下来,紧紧抱住了他。 他悄声问他,可好些了? 怀里的人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低声道,好些了。 有些乏? 凤九搂着他的手,便又紧了紧。 他察觉到东华,其实每隔一会儿,还是会有一阵极为克制的颤抖,只是程度一次比一次轻,间隔也一次比一次长。 于是,他仔细想了想,还是下定决心捏了个昏睡觉给他,助他入眠。 待到东华,彻底没了动静以后,他便轻手轻脚地想要退出去找折颜问问情况。 不料,这人攥着他一百的手,仍然丝毫没有放松的意思,他的袖脚被捏得都有些发皱了。 他实在无法便只好重新躺了下来,又瞥见他昏睡中的梦境,似乎也并非十分安稳,眉头时常紧皱着,便一下一下地轻拍着他的背,横而搁给他听。 十五夜,月亮光,月光照在青山上,山下一排短梨墙,姑娘撒下青豆角,青藤缠在篱笆上,青藤开出青花来,摘朵青花,他炖了半赏菜畅道,做蜜糖。 东华行转过来时,大约已是害时的天色,他一睁眼便看到小狐狸的睡眼,手还放在他头上,他便勾勾唇角,无声无息地笑了。 东华不动声色地运转了,周身大小周天的法力,发掘气息,仍然凝脂受阻。 心里便明白,他是这犹如千刀万寡般的痛楚,仍然没有放过他。 折言没有说谎,他若熬不足这两日,这关便过不了了。 但想归这么想,小白放在他头顶的那只手上传来了一丝丝,若有丝无的堂香,他闻着心情便好了不少。 此刻狐狸洞外,月华正省,他借着这屡屡微光,仔细抹扎着身前这只小狐狸,却见他皱皱鼻子,似是被他弄醒了。 于是他赶紧闭上了眼,继续装睡。 果不其然,小狐狸蹬蹬爪子,醒了过来,迷迷邓邓地摸了两下他的头,忽然僵住了。 他正暗自纳闷的时候,忽得便感到一个柔软温热的东西,贴上他的额头不动了。 再明白,那是何物的瞬间,他也一道僵住了。 是唇,是小白的唇。 白凤酒却不知他心里扎开了花,直到自己入睡时,帝君还好好的,怎么这一醒过来,还烧了呢? 他起身便要去打水,为他降温,却忽然被人一把抓住了。 他回头,帝君已然睁开了眼睛,眨也不眨地望向他。 凤酒猛了猛,脸疼的一下变红了。 方才他摸到东华身上滚烫,一时情急,便学着小时,后娘亲为他室温的样子,用唇去蹭他的额头。 然此刻东华顺,也不顺地凝望着他,他才忽然意识到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 帝,帝君,他结结巴巴道,我去打点水。 说完他也不管帝君,抓着他的手了,起身推开他便飞,也似地跑了出去。 东华收回那只手摸了摸自己的额头,在一片滚烫间,笑意绵绵地心想,这买买不亏。 东华万万没想到的是,白凤酒出门,打水打了半宿。 其实,尾时不算他拖拉,实在是他走到一半,忽然想起来,儿子不见了。 上午他送滚滚去足学回来,便碰到帝君发病,又累又困地忙了一整天,此时才意识到早已过了,下学时分,滚滚却仍不见踪影。 他顿时便急地向热锅上的狐狸直奔足学方向而去。 奈何等他到了以后,仔细一瞧,周围是七七惨惨七七,月黑风高天急,但就是连半个狐狸影都没有。 在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寻了三圈,都没闻到滚滚的气味后,他决定去折颜那碰碰运气。 还好,真让他碰着了,白滚滚笔石正坐在他小叔的腿上,老气横丘地感叹道,九九啊,真是重色轻儿子。 他便一个急刹车,停在了一棵桃树后面。 折颜摇着扇子,眯了眯眼睛,仿佛忽然来了兴致四地道,嗯,此话怎讲,还不是你那样。 滚滚深深叹了口气,我今日下了足学辩后,在夫子堂前等他, 结果吹了一个多时辰的冷风他也没来。 于是我只好自己摸了回去,结果刚一走到洞口,便看见他俩睡在了一处。 折颜的扇子摇得更频繁了,朗声道,哦,可这和我那药有何关系? 九九今早熬成了那颗丹便,拿给东华哥哥服下了。 你昨日说,要信相冲,东华哥哥吃了会不舒服,这两日须得挨过去才行。 九九定是看他发作,便心疼他,一直守在一旁照看。 最后,睡着了,毕竟这也不是第一次九九照顾别人结果自己睡过去了。 躲在树后的白凤九此刻,十分不合时宜地感慨道,他儿子果然比他聪明不少。 这推断与事实真是相差甚少。 然后,他便听见小叔带着笑意的声音,也跟着响了起来,那你可曾进去了? 当然没有。 九九别扭得很。 明明那么在意东华哥哥之前偏要装的支礼手举,客客气气。 这次东华哥哥难受得厉害,才叫他进步不少。 我若这时候进去吵醒了他们,他又要缩回乌龟壳里去了。 白凤九楚在桃树后面僵得像个石桩子,又听滚滚继续道, 舅老爷,我这两日能不能就待在你这里,白日我去上学,晚上回来休息便是了,不爱你们是。 白针与哲言对视一眼,又不着痕迹地往桃树林里望了一望,随后才不紧不慢地应道,如此也好。 凤九在他三人这一来一回间,不知怎地就想起了刚刚他落在帝君额上那个吻。 虽然他本意并非如此,但他的脸还是烧了起来。 于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青秋魔王白凤九夹着狐狸尾巴就原路跑了。 身后断断续续,又飘来折,言清朗红亮的嗓音道,看来你东华哥哥此次修为大损,果真有些棘手。 这几日关键时,切记,须得有人助他一臂之力呀。 切记,待到他胡思乱想地回到狐狸洞时,帝君已然又睡下了。 其实,东华原本想等他回来的,奈何这肯是经络,般的痛感,实在耗人心神。 何况,他见自己闭上黑线,似乎又隐有血色闪现,预感下一波发作,恐怕即将到来。 便只好放任自己淹没在圈衣里,算是养精蓄锐。 凤九见他睡得还算平稳,便打了水栈失手帕,给他擦去额头细汗。 他想,这一百年过去了,他还是挺好看的。 那时紫衣白发的神仙高高在上,比拟天下,他便觉得他好看。 如今他缠绵病榻,虚弱不堪,他还是觉得他好看。 耳畔又响起滚滚的声音,他明明那么在意东华哥哥,他果然还是没放下他呀。 一百年孤独的日子里,他未曾放下。 如今得知一切乃是因缘忌讳,他便更难以说服自己放下。 连滚滚与折颜都看出来了的事情,他为何总要一再自欺欺人呢? 其实,他只欺不过帝君,每每有事都要瞒他罢了。 仿佛自己总是他闲来无聊时戏耍来玩的一只小狐狸而已,无甚紧要。 可怜宋大一席话后,他又猜看帝君,他也许本意并非如此,只是他独来独往惯了,从来不知如何与人好好相处罢了。 就像这次一样,明明难熬得紧,还想一声不吭地自己扛过去。 想到这他心里便又有些气,擦着他脸颊的手便不自觉使了些力气去戳他眉心。 东戳戳西戳戳,终于解醒了东华。 他半睡半醒间,抓住他的手,在下何处蹭了蹭,迷蒙道,你回来了。 凤九心里的气,煞时便被他这孩子气的举动化,成了一缕春风。 他低声道,醒了,你稍还没退,要不要喝点水? 东华乖乖地点点头,又道,小白,我冷。 凤九便赶紧去摸他身子,触手间的确一片冰凉,可观他脸色又明明是烧得发红。 顿时心里有些发慌,担心他又要发作,起身便准备给他度修为以护体。 熟料,他竟一把拉回他的手,睁开眼睛,可怜巴巴地看着他。 我很冷,小白,不要走。 他眼中水漆一晕,恍然间凤九还以为他就要难受地落下泪来,便也顾不得起深度什么修为了,只赶忙回身抱住了他。 我不走,东华,没事的,我在。 东华便又在他怀中点了点头。 凤九见他乖巧的样子心中十分难受,想他必定是难过得紧了,神志有些不清明才这样示弱。 果见他不过片刻,便又开始肌肉紧绷,浑身冷汗密补,他被他抓得岂不得深,便只好一遍又一遍地轻抚他的背脊,不断换着他的名字,试图安抚他周身暴涨的仙气。 东华身上木槿子的仙泽与暗红色的血血纠缠不清,时而光芒大盛,时而又奄奄一息。 五时他还没见他体内气息这样混乱,此刻却仿佛马上便要入魔了一般,吓得他通体冰凉。 东华,东华,他在他耳边不断地唤他,盼望他能清醒一点。 但东华神志昏尘间实在是什么也听不到,只恍惚觉得这一场来得实在是比上一次还更为猛烈些。 周身绵密尖锐的痛处其实都已不再那么紧要,此刻他头脑内的混乱才最令人疯狂。 他猛地抱睁双眼,谋底所见皆是一片赤红。 远古的战场与此刻的现实重叠,他看到小白的脸就在自己身前,耳边却全是战将杀敌时的嘶吼声。 在一篇《轰响与混乱》里,他彻底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只是不明白他是谁,自己又是谁,他们是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凤九眼见他目光散乱,先则气息也越发要挟,历时便明白这便是哲言所说的关键时了。 虽不知他怎么吃老君的丹药时没事,吃哲言的丹药就好像吃出了事,但眼见他气息狂乱着实危险,此刻变故不得那许多了。 他抿了抿唇,一手还在他背后,护住他心脉,另一手则捧住了他的脖梗,终于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凑上了钱,趁东华此刻,不能反抗时,已稳封住了他的唇。 他想,若连三殿下所言果然为真,那么他便赌这一把。 他赌,东华爱的是他,东华,不会伤害他。 他与他唇齿交缠,情思结绕。 东华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任他一下一下地舔尸着自己唇腔之内,似是尚未清明过来,眼底神色,却越发忧深。 他的吻迹,实在说不上嫌熟,舔弄片刻后,便觉得呼吸不畅。 他退了出来,温柔地望着他,眼角眉梢,都带了一股魅气,东华他软身换倒。 他所闻所见的杀戮与血腥便慢慢地开始散去,一片朦胧中,只有眼前朗月清风下他身上淡淡的奶香与糖香这个味道,真好闻啊。 他想,他探身向前,再次稳住了他。 第二日清晨,凤酒醒来时,洞外正鸟语清风,花香阵阵。 他醒得要比东华早些,许是那人昨天,筋疲力尽下,还要与他云语一番,今日该是睡得沉。 想到这儿,他不禁又羞红了脸。 早知帝君这般没脸没皮,他当初就不该信了那书上的鬼话, 说什么东华帝君喜欢清纯些的女仙,他分明对床子之事具有格外的探索精神。 他伸出手来轻吕,他赤裸在外的脊肉,触手所及肩比昨夜,要温热了些。 他心下有些安慰,手指便一路轻柔地向下滑,最终停在了他腰窝处,望着他俊俏地睡脸出神。 东华的鼻梁很挺,眉眼又十分深邃,是个神仙里也不可多得的长相。 他的手指在他背后不自觉地打着转,心里颇有些艳足。 他想这人兜兜转转,这许多年,最后还是回到了他身边, 一时间便有些志得一满地觉得天命其实也并非这么难为。 他与东华若有心,或许山川海语皆可平。 不过前日里,听哲言与滚滚的意思,东华这要性发作,须还得再熬一日。 但他昨日两次发作,便一次比一次厉害,若是今日更严重些,他也不晓得要如何助他压制了。 想到这凤九便再也掩盖不住满面的忧愁神色。 他打定主意,要趁东华,这会儿还睡着,赶紧去折颜,那讨个办法来。 但他人还没来得及起来,东华却先醒了。 他睡眼心松地,睁开了眼,一言不发地定定瞧着他,瞧得凤九,心里直发毛,低军。 他试探性地换他,右手则在他颈后做出掌刑,随时准备剑,是不好,先披晕他。 结果,他眨了眨眼,酥软道,是夫君。 凤九披掌的领风,煞时便化作了娇羞的春风。 他两颊飞红道,一早起来便没个正形。 我看你是没事了。 转念一想,彩香忽然反应过来,什么似的,又急问道,你都想起来了。 不完全,东华皱了皱眉,似有些不是似的抬手,附上了眉心,还有些模糊。 凤九见他这般,便也轻柔地替他揉了揉额脚,道,折言折耀,尚且还需一日。 今日马虎不得,你昨日累了一天,可有些饿了。 嗯,他乖乖点头,颇有些委屈,想吃薯饼。 凤九夹间的红云更胜了,上次明明是你自己说的形式之类的,不必拘泥,怎地还出尔反尔了。 他便皱着眉头,努力回想了半天,是吗? 我记不太清了,夫人。 凤九觉得,要是再跟他这么胡闹下去,自己的脸怕是都要烧透了。 于是,他便转过身去做事要下床,嘴里还蓄道着,你乖一点不要闹,我先去做点糕给你吃。 昨日,你忽冷忽热烧得厉害,我晚些再煮些,将水给你出一出汗。 回身见他又皱鼻子,温声笑道,还有狐狸糖。 东华便单手撑着头,抵在床尾处笑意盈盈地望着他道,好。 凤九哼着小曲折着无忧花的时候,心里不知怎的忽然想起了阿兰惹那时童沈夜说的那句话。 有时候觉得不够,有时候又觉得这样很好。 那时他还并不完全懂得阿兰惹的心思,这话便像落叶打着圈飘在了水面上似的,随着日子渐远了。 今日间,恍然想起来,心里忽然有了些不同的滋味。 想来天下有情人,皆如此吧? 他坐高,坐了一个多时辰,到底还是遵从内心,唠了几个紫薯饼。 待到他端着石河回去时,东华已开始打坐条西了。 他便轻手轻脚地跳了过去,低声唤他道,东华。 东华便收了择西,抬眼瞧他。 凤九也不多言,只把几样糕点挨个摆在了小台子上,除了最后端出薯饼的时候,手有些抖外,其他无恙。 东华的眼睛便随着他的动作一直在碟碗中打转,直到他终于收拾完了,直起身来朝他笑时,才疑惑道,这是什么? 凤九的笑便凝在了空气里。 他觉得狐狸洞外的冷风吹呀吹,吹到了他的脸上。 东华跪坐起来,往台子边凑,来来回回扫了好几眼后,又有一道,给我的。 凤九便时,再笑不下去了。 他伸手去探他额头,只感到他神识十分不稳,但聊起他衣袖和金口,却见那秋水毒又并未有何意懂。 他大惑不解,只能试探到,东华,你还认得我吗? 他摇头,似是对那几叠子,高点兴趣更浓,便又指了纸台子问他,这是拿给我的吗? 凤九见他面上虽无大的波动,眼底却颇有稀迹,当下便十分不忍。 他哄孩子般的温和道,当然都是给你的,东华。 好吃吗? 他递了一块无忧高过去,见他迟疑一会儿,还是接了过来放进嘴里,便柔声问他。 他眼底逐渐有了些笑意,点了点头。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记不记得你是谁啊? 他想了想,放下了手里的膏。 我出生于碧海苍林,无父无母,也没有名字。 他神色有些暗淡,但转瞬间,又好奇地盯着他瞧,你刚叫我东华。 东华是我的名字吗? 凤九心下大害,关他言语举止,都与平日大意, 心说他,这是退回到洪荒哪年去了。 你今年多大了? 东华便很是认真地想了一想,末了看向他道,不知道。 他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愣了半晌才抬头问他,我多大了? 凤九福额。 他现在十分怀疑,折延这一数近些年来无处施展,是不是越发不靠谱了。 怎得他当初吃科药,没一会儿变好了,帝君吃科药吃成这样。 他揉揉他的头,也很大了。 见他神色不解,又补充道,不必害怕,你只是睡了一觉,有些猛罢了。 你现在在青秋同我一起,我是你的妻子,东华。 我是小白。 他这厢内心纠结,感慨不足粤鱼的时间里,他已经向帝君两次介绍自己了。 那乡却见东华元征,双眼正在当场,颇有些受了惊吓的味道。 凤九顿觉自己安慰得十分不走心,于是灵机一动,将自己的尾巴变了出来,朝着他甩来甩去。 心说帝君,他素来喜爱圆毛,这惠子倒可以用这方法来安抚他。 果不其然,东华的注意力,一下子便被那九条毛茸茸的狐狸尾巴给转移过去了。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才到,我可以摸摸吗? 凤九见他现在这般乖巧懂事的志同样子,心中竟不知从何处生起来一股母亲般的怜惜。 不带多说,他便向他挪了挪,暗自使觉让尾巴们兵分两路去骚他的腿。 东华有些愣住,抬手很轻很轻地碰了碰那搓狐狸毛,两久才低声叹道,你带我,真好。 别人带你不好吗? 他摇摇头,沉默了半场才到,也没什么不好。 只是,我一直是一个人罢了。 凤九看着他,想起上古洪荒时的少年东华,他是听连颂和哲言都说过的。 但他们所转述过的那些直言片语,都完全不及幼年时的东华,在这偶然间所向他展露出的一心半点的脆弱。 旁人眼里的少年东华,已然是血雨腥风中以沙止沙,以战止战的少阳君了。 然而,他此刻的低沉,却第一次让他明白了,那古籍中所住的天生天养四个字背后,其实是一种何等无言的孤独。 他果然从未得到过爱,所以也从未明白该如何相爱。 凤九轻身向前,温柔地抱住了他,你不会再是一个人了,东华,你有我了。 他低头亲吻着他的发尖,细碎地低语道,我会疼你的。 那人轻扶着他尾巴的手,便顿了一顿。 许久,他才听见了颈尖处他有些发闷的声音。 他说,我知道,小白,我,爱你。 为时一刻,白凤九拖着腮,百无聊赖地蹲在灶台前戳柴火。 自早晨东华同他表了白后,他的心就跳得十分快。 奈何这人才跟他诉完中肠,就晕过去了,他也就没来得及做什么回应。 不过,他其实也没想好要如何回应。 若说爱,他自然是爱帝君的,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这一点。 只是若想要长长久久的在一处,他们二人只相爱也是不够的,所谓情深远浅,有时候也不全然是天命所为。 他想着,等帝君灵台清明的时候,一定要同他讲一讲。 相爱与相守是两回事,他不明白没关系,他那么喜欢他,往后日久天长,总能交给他的。 不过,眼下当务之急,还是如何助他平稳,熬过这一遭。 他这样盘算着,便赶紧去十里,逃临寻哲言。 彼是他小叔,与他小叔父,政府琴奏乐,好不风雅。 然而一见他来了,这二人脸上原本高山流水般的典雅情区历史便转换成了四孝非孝式的八卦之意。 他本想结问哲言纳药是不是有问题,可一见,他那副表情便不自觉地想起自己这两日与帝君的亲密,于是脸也刷,被一下不争气地红了。 他底气并不是分足的道,你拿解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帝君他昨日气息大乱,仿佛要入魔一般。 他眼角瞥了瞥折颜神色,见他仍是一拍淡定,便不仅有些急,今晨他醒过来,出事还好些,怎得我去做个饭的功夫,他就不认得我了呢。 折颜听到这方才收了折扇道,不认得你了? 凤九点头,问他年岁姓名,他一概不知。 好像退回到幼时了,折颜皱了皱眉,心道虽然这要性霸道,以东华如今的状况,免不得要受一番苦。 但只要熬着便是了,最多让凤九在一旁住着,帮他稳住心神变好,无甚大碍。 为何却出了这种岔子? 除非,折颜面色一沉,不及多颜便捏了个绝,闪身去了狐狸洞。 东华仍在榻上昏睡着,他三步并坐两步地赶上,前去搭他的脉,脸上黑如锅底。 后脚赶来的白珍与凤九不明所以,只在后面轻声问道,可是有何不妥? 折颜默不作声,只上手扯开了东华的衣襟,右掌翻飞,带起一阵仙泽,便直奔他胸前而去,两炷香的时间后才起身抹了抹汗。 白珍立刻上前扶住了他,担忧道,你可还好。 却见他摇了摇头,无妨,歇几个时辰便时。 而后,又朝凤九疲惫道,丫头,他后来又认出你了吗? 是的,没过一会儿就恢复了。 折颜便点了点头,看着他的神色间,似乎颇有些挣扎,他这是心脉有损。 他说道,又摸了好一会儿,财富又齐口,是无忧丹的解药,过于霸道了,他身上秋水毒又深,两相冲突,便伤上加伤,扰了他心神。 不过,帝君底子还算可以,金丹的药性已经差不多平复了,我又度了些修为给他,应当是无大碍了。 只是,他心神既然不稳,以后也说不准,还会不会再有这般情况。 他叹了口气,又道,酒丫头,你们既和好了,以后便好好待他吧。 凤九有些疑惑,不知他何出此言。 不过,他与帝君的情缘向来来之不易,这次他终于想通了他二人的争结,又明了了自己的真实心意,自然也就比先前更为珍惜。 想来他小叔和小叔父这些年,看在眼里也都是心疼的,才会有此感慨吧。 想到这他变脸了点头道,小九已是青秋女君,日后必不再儿戏了。 哲言文言,似乎心有宽慰,拍了拍他的肩膀,便煞白着一张脸,和白针走了。 凤九看他这样,难免有些莫名,但听哲言的意思,似乎帝君的身体,一时半会儿不会再有什么大问题,若再有今日这样的情况。 他小心待着便是了,总能僵养好的。 这般思索着,他心情便顿时好了不少,琢磨着一会儿再去做点新鲜的饭菜来给帝君吃,顺便再托灰狼弟弟烧去桃铃,给他小叔和小叔父,毕竟哲言看起来耗损了不少先例,他自是要替帝君感谢他一番的。 这一来,他便在灶台前从四十储到了卫食,这乡他还在纠结等会儿是再做个粒子糕,还是糯米偶,那乡东华已经摸到厨房来了。 见他扒拉着柴火发呆,便笑笑唤了一声,小白。 凤九魂游天外地,嗡了一声,才反应过来是谁在叫他,赶忙扔了柴火棍,窜到他面前,你现在身体不好,怎么还自己跑出来吹风了? 边说边急急地把自己的披风解下来,给他围上,却忘了两人身形,差距过大,那红色斗篷可怜兮兮地崩,在他的白色礼仪上着实有些好笑。 然而,他摆弄了好几下,也没什么改善,不免十分懊恼。 东华见他和个斗篷怄气,当真是可爱的紧。 于是,姜氏就是咳嗽两声,哑着声音说道,我醒来你不在,便出来寻你了。 我不在你,也不能乱跑呀。 你看都咳嗽了吧,一会儿又烧起来就糟了。 他仍在和他的一副抗争,这里离我那狐狸洞这么远,你怎么找来的? 东华撇撇嘴,到处找的。 然后又捂着胸口咳了几下,凤九。 有时候,他真心觉得,东华帝君实在是个不惜命的神仙。 这时候,他也管不了那老十字糯米偶和栗子糕了,回身灭了火,便要带他回去,却被他一把抓住了手腕。 喊笑问道,小白可是在给我做吃食。 他美好气地翻了个白眼,不然是做给我自己吃的吗? 说着,便又要拉他出去,熟料东华尽难得地熬了他的意,拉着他反往灶台边走了过去。 杏仁高,桃花高,桂花高,红豆高,他一个个慢慢数了过去, 又低头蹭向他耳边,温声虚语着,红豆生难裹,此物最相思啊,小白。 他在小壶里最为敏感的耳朵边上一声又一声地喝着气,凤九便有些把持不住。 待到他最后两个字说完,他面上已是红得要滴血了。 他别过脸去,两手搅着自己的袖口道,香什么丝,你在凡间才过了几天就学了这么多酸诗。 他又想起私命,对他化作灵狐时所写那两句诗的评价,便更是愤愤强调道,酸诗。 东华便朗声笑道,好好好,酸诗,是酸诗。 他又呱呱他的鼻子,夫人做了这么多,为夫若消化不了,可如何是好。 凤九便推他,你正经点,我看你销售得厉害,多吃点东西补一补,总是好的。 他又气身上来,夫人亲手做的糕点自然是要补的,但夫人自己才是大补啊。 凤九的脸已经红得快跟皮毛一个色了,心想这凡间话本子里总讲保暖私淫欲, 怎的这人不按套路来,明明又不保又不暖,还天天这搬满脑子床子之事。 东华见他修得厉害,便也不再逗他了,只伸手拿起一块杏仁膏来尝, 这膏入口即化,唇齿留香,韦食是好吃得很。 凤九见他不再言语,慢慢也就平静下来,好奇问他,味道如何? 他挑眉簪道,很好。 说完又拿起一块,送进嘴里,似是颇为享受的样子。 凤九见他爱吃,便又把剩下几盘都端到他眼前来。 眼前平和沉稳的帝君和尘世脆弱低落的东华,在他眼前折叠到了一处, 他见过了他幼时的样子,便忍不住想对他更好些。 你喜欢,我便再多做些给你。 他点脚去勾他的头,眉眼弯弯地看着他笑。 东华便歪了歪头,让他摸得更舒服些,好。 他轻柔硬道,带到东华,将他做的糕点全长了个变后, 凤九才想起来他忘了打包给哲言了。 他十分恼火地拍了下脑袋,按道自己真是色令之昏。 然而,不带他这边起锅重做,那边东华就已经半已在十台前昏昏欲睡了。 他有些担心,便上前去扶他,东华。 他提心吊胆地轻唤了几声。 东华便半眯着眼睛看他,似是乏得狠了,想揽他过来的手都没什么力气。 小白,让我靠会儿,我可能吃得多了,有些困。 他说着便把脸埋在了他颈间。 凤九便更担心了。 他叹了叹他额头,又摸了摸他身子,觉得温度还算正常。 于是,小心翼翼地转过身来掺着他,低声问道,哪里难受吗? 他很轻地摇摇头,顿了一会儿又点点头。 凤九便一头污水滴道,到底难不难受? 我去找折颜。 他哼唧了两声,不要。 凤九皱了皱眉,心道竟然折颜,说了帝君只需好生养着,不受刺激便是。 那估计去找他其实也没用。 何况,他小叔父刚才似乎很是耗了一番力,他这时又去叨扰也确实不合适。 于是,他拍拍东华,哄他道,那你不要闹,抓紧我,我带你回湖离洞去歇息。 东华便不言语了,只将重心又往他身上移了移。 凤九合上眼便捏了个绝待他顺意毁了屋里,艰难地撑着他往洞深处走。 带到他终于成功地将帝君搬到床榻上躺号时,已经是汗流加倍了。 他给他噎好了,背脚便要去咬杯水喝,却听东华忽然在他身后道,折颜来过了。 嗯。 他擦了擦汗,你早上忽然认不出人了,我很担心,所以让他来给你瞧瞧。 还有印象吗? 东华便摇摇头,我好像在调膝,然后记不太清了。 无妨。 他又重新坐下,拉过他的手来轻轻揉着,小叔父说你现在体弱,才伤了心神,以后好好养着便是会好的。 他又去扶他紧皱的眉头,他给你度了修为,你应该无大碍了。 过去的事,都记起来了吗? 他抬手扶在他手背上,点了点头,不防试了,只偶尔有点模糊。 想了想又道,折颜还同你说了些什么? 他便点点他的掌心,四不经意地道,他说你心脉有损。 东华将了片刻,凤九却再不多说。 他指尖在他掌中轻柔地划着圈,一遍又一遍,直至炎华洞中落针可闻。 两久,他才轻声道,你这些年把自己伤成了这样。 既然都想起来了,就没什么要通过说的吗? 他坐了起来,换他,小白。 凤九却并不理会,仍低着头看似聚精会神地玩着他的手道,滚滚是你的孩子。 他愣了片刻,彻底僵住了。 凤九叹了一口气,终于转过身来,认认真真地看着他,东华,白滚滚是我们的孩子。 他不言语,他便继续了下去,你大婚之日未到,小燕又被结在了半路上,左右都无人知晓,你究竟是为何如此。 那时父亲在盛怒之下逼我与你合离,可我发现自己也已怀了身孕,他眼里慢慢有些湿润,就算我误会你爱鸡横比爱我更甚,我也还是想保住这个孩子,所以才断不能再在青秋待下去了。 他又抬手去抚他鬓发,柔声道,东华,我去凡间是为了滚滚,并非所谓避你。 东华正住了,看见他眼里滴下泪来,我本以为自己确实是想放弃了,可其实我只是气你骗我而已,实在是气得太狠了。 你既不喜欢姬横,心里只我一个为何从不肯好好地告诉我,东华,你若那日真的娶了我,我便是要做你帝后的人。 四海八荒,天下六界的地后,不该是不能与你并肩的人。 我是青秋的女君,我是白凤九,我是天底下最疼你的人啊。 他的手在他耳边妈撒,越发哽咽道,你不是一个人了呀,东华。 他正正地抬手去抹他的泪,他说他不是一个人了,他的小白,他总想给他最好的,他总想将他护在雨下,他总想自己对他好,就够了。 却原来,他再也不是一个人了,可是,他闭了闭眼,体内那股凤凰之力还在暗暗地运转着,徒劳地想去运河他那残缺不全的心脉。 可是,他还是不能让小白陪他去死,他什么都可以依他,他要爱他,便爱他,他要舍他,便舍他,他要与他好好在一起,要他再不欺他,瞒他哄他,骗他都可以。 旁的所有事情,无论他要什么,他都可以给,可他要为天下苍生而死,这是东华帝君的宿命,不是东皇女君的。 吉林气,而生为大盗,而死的东华,子辅少阳君,只要这几十年,红尘俗世的相知相守,相濡以沫,便应该知足了。 他睁眼便看到了,他眼底满满的爱恋神色,想起这些压在心底无法出口的话,忽然连舌尖都觉得有些发苦。 但他还是温声开口道,是我不该自作主张,该你的记忆,小白。 是我不该试试,瞒下你,所以你气我恼我都可以,我服了老君的金丹,也是为了让你出一出心中的气,让你开心些。 可我心中只有你一人,小白,从来都只有你一人。 他又为他擦擦泪,握住了他有些颤抖的手,你是本君的地后,是未来要守护住这八荒鹿河的白凤酒。 你这样聪明坚强,还将滚滚浇得这样好,我心中很高兴。 他辨别过头,有些瘟声瘟气地说道,明明只有你一人,还一直将我当成那只傻狐狸。 东华提起了唇角,无声地笑了,是我错了,小白。 你不傻,是我傻。 凤酒便哼哼两声。 他又摸摸他的头道,小白,你记得,若将来有一天我不得不寻天道英杰,你也一定要守住今日同我说的这番话。 你要记得,自你与我在女娲娘娘那里映下昏朔之时,你便不再仅仅是我的心间之人了,你更是这天下苍生的地后,是应当心怀六界万民的人。 他严肃道,小白,你一定要记住。 他皱皱眉,总觉得这话不详。 但刚要说些什么时,东华却又笑了。 他道,这些日子以来,我总是不慎清明,今日终于将前尘往事全然记起,倒是觉得与你真是许久未见了。 凡间的画本子,我也看过,那上面有句话,叫做《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小白,他蹭蹭他的掌心,低声道,我真的很想你。 自这两日熬过后,东华便一直赖在炎华洞中,不肯走。 非要说太成功,距青秋路途遥远,他此番一通折腾,实在不适合在长途跋涉,所以要仰赖女君多多照服了。 而如今凤九看着他处处伤,处处都是心疼,于是也就泉游着他了。 只是滚滚,尚且还在他小叔那里寄养着,上次说要给哲言的答谢也全被东华,给搅和黄了,今日他便计划着去逃离一趟,把事情都给办了。 不过,令他意外的是,他自己还没准备好过去,哲言却一脸严肃地先顶门找上来了。 他心下有些奇怪,正要开口询问,却听他道,东华呢? 他便直指屋里,还在睡。 哲言回头看了看外面日上三干的天色,他最近精神不济,凤九不宜有他,直点点头道,这几日他常常睡着,方才也是读着读着书便睡过去了。 又一脸担忧地问道,帝君他当真无大碍了。 哲言望了望洞口,又望了望他,半赏才到,我去再看看他。 不过才往里走了几步,便又哲,回身来笑道,我差点忘了说,真真今日又去追他那只逼方鸟了,你那只小团子线下也还在桃林温雪,你这会儿得了空便,去接他回来吧。 该说的就说一说,日子也差不多了。 凤九闻听此言,本想随着哲言进去的脚步,便顿住了。 他想他,确实是该要同滚滚解释的。 他与东华二人恩怨纠葛这许多年,谁欠谁谁还谁说不清楚便罢了。 那些年他心伤,提都不愿提起东华帝君这个名号。 但滚滚从未牵涉其中,因此他隐瞒的这许多年,其实是对不住他的。 想到这里他便决定听哲言的,该说的总要说,该来的总要来。 既然东华都已经知道了,那滚滚那里,他也必须亲自讲明。 小团子若怨愤他,也是他该当的,只是他心中还有些许担心。 若因着这几日,自己都未曾到桃林寻过他,滚滚便已对他生气失望了,那可真是开局不利。 不过,等他府一落定去招呼他时,那奶狐狸便立刻扔下了笔,毫无芥蒂的热情回应道,九九。 他悬着的心便放了一些下来,蹲下身去摸他的头,娘亲来晚了,滚滚这几日可有乖啊。 白滚滚点点头,很是骄傲地跑回去,拿着一张指向他炫耀道,学堂最近开了洪荒上古史这门课,课本里到处都是东华哥哥诶。 九九你当日要带我回青秋时便说过,若我修了上古史,便知道东华哥哥的身份了。 所以我学得很认真,他给他看自己做的笔记,九九,东华哥哥真的很厉害。 凤九便看着他笑,他又道,怎么只有你呢?东华哥哥呢? 他急着向东华展示自己在研究他这件事上所做出的刻苦用功, 但左瞧右瞧,九九身后都没别的人了。 他便有些失望,片刻后才听凤九在他头顶上说道, 滚滚,你来坐下,娘亲要同你说件事。 滚滚愣了一愣,因为他娘亲这个语气,他其实是听到过的。 在九九向他坦白他们其实是神仙的那个晚上, 他捏了捏手里的生轩纸,随凤九一起坐在了试坛上。 滚滚,他听见他娘亲没了半嗓,轻轻地道, 东华帝君其实是你的父君。 他手里的生轩纸便有些皱了。 他不言,凤九便继续道, 其实我与你父君早已在女娲娘娘做下寒山真人, 矗立了婚约, 但是后来重重误会下, 我们错过了很多年。 你在凡间时曾问过我你的父君是谁, 但那时我还十分心伤, 心里还在气恼他, 所以不愿与你提起他的名号。 但滚滚,他有些悲伤地望着他, 帝君他的确是你的父君。 这件事是娘亲对不住你。 他仍不言,只将手里的宣纸捏了又放, 放了又捏。 其实,在东华帝君从天降摔在他面前的那天, 他就早有预感了。 那时他看出九九并不愿接受这个同他一样一头白发的男人, 于是便出口让九九留下了他。 再到后来, 九九对他诸多的不一样, 更是让他心中的猜测确定了一分又一分。 可饶是他心中有了准备, 这些想法也都只是有个七八分可靠度的盼头而已。 因此, 真到了此时此刻, 真到了这个比较可靠的盼头, 在九九口中坐实的此刻时, 他心里还是忍不住掀起了一片惊涛骇浪。 凤九见他始终不哭不闹不说话, 心里就七上八下的拿不准主意。 半赏才十分担忧到, 滚滚, 都是娘亲的错, 你若要怨恨发泄, 便说出来吧, 不要憋着。 他听出了九九的忧虑, 于是他在心里相当老诚实重地叹了口气, 白滚滚, 使劲钻了钻拳头, 努力整理了下自己起伏澎湃的心情。 梁九才终于放下了手里早已柔皱的宣纸, 抬头看着他娘亲道, 九九, 其实, 我早就猜到了。 凤九便惊异地看着他, 我原以为神仙中有天生白发, 是件并不稀奇的事。 但这阵子, 我待在青秋与大家在一处, 才发现, 我仍是个异类。 他又看向桌上洪荒石的古籍, 叹道, 九九, 你让我好好学上古史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过, 书上是怎么说的? 地扇兵士, 长着紫衣, 发肆流泉。 凤九无一时的接口, 滚滚变状似老成地点了点头, 道, 我学了这么多远古神仙, 只有东华帝君是紫衣白发, 你觉得, 我会如何猜测我们的关系? 凤九待了两久, 他终于还是绷不住打破了这凝质的氛围, 笑了起来道, 九九, 你能不能有哪回靠谱一次? 我早就猜到了他是我父君, 不然我为何要自己跑来救老爷这里来给你们疼位置? 见他娘亲听了半天, 也仍是一脸呆样, 他便实在忍不住扶我道, 九九啊, 你这么迷糊, 真是难为父君了。 凤九终于反应了过来, 明白他这是逗弄自己。 心里的大石落地后, 顿时又羞又气, 心到这一个两个的怎么都这样, 斗狐狸也是会遗传的吗? 大的那个, 他揍不过, 小的这个居然也学坏了, 再这么下去他在这个家里, 可真是五虎挨栽了。 于是, 他立刻插起腰来洋装要打他, 白滚滚, 我看你是几日不见便皮呀。 滚滚见识不好, 迈开了短腿便跑, 一边躲一边笑着喊道, 父君, 父君救命呀! 父君在这里。 他未曾注意, 便撞进一个怀抱, 回头看见东华, 正迎着光, 柔和温暖地看着他。 折颜叔叔也在一旁瞧着, 他有些正主, 东华便蹲下身, 来给他理了李方才跑乱的发丝, 好一会儿后才带着一丝哽咽抱住了他, 低声道, 滚滚, 父君就在这里。